我说是不是有点自恋 我还要Q自己很转 我真的是 是皮这种东西吧 确实就是比较显这种气质 哎呀 这就是我这个戏 就是最难受的一个地方 天天就看着他们在那 喜剧搞笑 我就是看着 我只能品 我说这个还挺好笑的 沈阳哥就冲外面 外面还 大千我在这呢 我这又把我吓一跳 但是确实让我很好笑 路言一定是被 云西吸引的 这是我们拍这个戏 就是最最最最确定的一点 这就是无形中的温柔的细节 甭管什么就是好看我就撞 哎呦喂 想的太多了 我只是吊在上面 无意中发现 哎呦这还有待拍呢 哎呀 确实这个文字的力量 确实很大 神剧亮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嘉伦 在《寝君》里饰演的是路言 当初拿到剧本 是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你 让你决定出演《寝君》的呢 首先我觉得题材很新颖 在民国时期还能有这种玄幻 加入的这样的一个戏 加上它还有一个跨越 三千年的一个爱情故事 人物也很丰富 包括喜剧元素 包括比较虐恋的部分的结合 我觉得值得我来 你曾说路言是个六边型战士 那你觉得他的六边 分别是什么呀 我说是不是有点自恋 六边型战士 武力值 颜值 专一 也温柔 是不是 然后情商智商 太自恋了 这次剧中 你是拥有超能力的千年战神 那么如果是你本人的话 你就希望拥有哪个超能力呢 我想拥有的比较多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 那个意念控制 我想让你停你就停 我想让你动你就动 我想让你走你也就走 你不觉得这个很爽吗 再来个任意门 想去哪去哪 不能再想 什么都可以 这次扮演路言的时候 有为这个角色做过什么 特别的小设计吗 其实路言比较男权式 也是我一直在揣摩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一些微表情 因为他没有一些 比较浮夸的表演 也没有情绪很大 或者很张扬的一个性格 什么都没有 他整个人还是比较稳 然后也有一点小小的心思 放了一点 观众较为的什么歪头纱 我拍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挺有感觉的 然后我就歪了一下 就是反正一种心态的展现 这种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非常无关紧要 对我伤害不到的一些事情 我可能就会歪头杀一下 然后看到弹幕上有人也说 我就放心了 大家get到这个点了 我就还是挺开心的 我看剧的时候发现一个细节 路言特别喜欢双手插兜 这是你对他的一个小设计吗 对对对对 你不说我还忘了 这就是路言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范儿吧 我当时研究过半天你说他手往哪放 就是全垂下来的话没范儿 就满马路都是那样走的人 背着吧又太古代 想来想去我觉得也就是抄兜里 可能比较是那个范儿吧 然后再加上风衣什么的 很多网友都说 路言结音手势特别帅 想求一个慢动作风解教学版 看路言大大能不能满足下大家呢 教学版啊 先是这样对吧 这个手势啊 先是这样 然后反过来 然后合到一起 抓起来 然后打开 然后再慢慢一个一个收到这儿 然后再推出去 然后再很拽地Q 像 还要Q自己很拽 我真的是 你觉得路言大剧中最撩和最帅的动作是什么呀 最撩和最帅 我觉得就是很多很拽的一些表情 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啊 剧中有一段你说我还有更过分的 那一段也很帅 我还有更过分的你知道吗 啊 你 你别乱来啊 祝 随便说 也很帅是吧 行 get到就行 都是我们现场就是讨论出来的 很多东西其实也不是剧本里有的 就是大家碰撞吧 看有没有更好的点子 然后走戏 找一个感觉 可能大家有新的想法出来 我们就用 用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这次剧中有两种不同时代的造型 你个人而言比较喜欢 古装的束发造型 还是民国的大背头呢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更喜欢大背头 是因为古装可能经常书 就是习惯了 对我来说就是书这种 请君里面这种造型 就是不常见 也不是特别有机会 所以我对这个还比较中意 播出的时候 古装造型有很多弹幕说 梦回小南城王 所以这个造型 算是专门设计的小惊喜吗 其实还好 我们就是正常 做一个古装的造型 找来找去 也觉得就是 那个盔甲一穿上 就觉得比较适合 严将军这个身份 碰巧了吧 就是比较像而已 这播出后 很多网友说 这简直在欣赏 路言的衣橱 所以这部剧中 你大概换了多少套衣服呀 多少套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每一个阶段都会换吧 就有一些衣服 就代表了某个阶段 那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套呢 风衣什么的 我都挺喜欢的 就我平时也不是一个 常穿风衣的人 所以在《请君》里面 是一直在穿 我当时看 觉得皮衣的底身 都特别帅 是皮衣这种东西吧 确实就是 比较显这种气质 其实这剧中 前期还有一些 轻喜剧的成分在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有加一些 急性的创作吗 哎呀 这就是我这个戏 就是最难受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部戏的 这个喜剧部分 跟我几乎都没什么关系 就《请君》这部戏吧 陆岩就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他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面就是 鱼灯灯那一片 家里的那一堆人啊 天天他们又大大咧咧 开玩笑 搞笑一堆事 我就自己一个人站着 天天就看着他们在那 喜剧搞笑 出这个梗那个梗 我就是看着 我只能凭 我说哎 这个还挺好笑的 我看花絮里 你经常对话里 出来的那些梗也很好笑 是吧 那你看 出来的很搞笑的 都不是我这个人设的东西 所以也用不了 可惜了哈 以前你曾表达过很喜欢喜剧 这次和小盛阳老师合作 有没有在拍摄过程中 观察到一些小盛阳老师的语气 或者是表演习惯呢 哎呀 沈阳哥可厉害了 他经常啊 剧本里没有的东西 他时间往外抛 他能抛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跟他对对细细 哎呦 还这样一眼 有一场我看那个 我记忆非常深刻 就是我发现他 在那个祠堂里 弄那个鱼灯灯那个杯啊 我说你在干什么 那场戏后面也没写 说什么 沈阳哥冲外面 我这又把他吓一跳 但是确实让我很好笑 我觉得确实在他这个情绪里 但他那个 他那个台词一出来 我就觉得特别逗 可能没他台词的时候 他也会搭一句 是啊 对呀 怎么说呢 他老会搭一句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的逗 然后跟他演正经戏的时候 他没有那些喜剧的东西之后 他还是演得很好 就是跟他在一块 就是一种学习 和一种不断有意外的一个发现 确实算是我的一个收获吧 特别开心能跟他对一场戏 真的 这次也是第一次和李庆老师合作 拍戏前后的印象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在进组之前啊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对这个工作非常认真了一个 然后果然在进组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发一堆这个那个跟我说 前期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领一下什么内容啊 这儿做了功课之后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怎么样 他已经在进组之前已经大量的开始做一些工作了 所以他工作态度一直非常的很认真 然后拍戏的时候也很专业 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对于登登送给陆燕以下发明 你觉得陆燕最不能接受哪个 二房 陆姨娘 人类和邻族的串串 陆活活 老怪物 如果是陆燕的话 看什么时期啊 如果陆燕发现了于登登就是芸汐的话 那于登登说什么都对 不是的话那就挑挑刺儿吧 这些都不大好听 虽然剧情设置中于登登就是芸汐 但两个人物性格完全不同 你觉得陆燕更被哪个吸引呢 陆燕一定是被芸汐吸引的 这是我们拍这个戏 就是最确定的一点 即便芸汐变成了一颗草 那草就是三千年后陆燕要守护的东西 这恰巧 就是这么巧 他芸汐就会成于登登这个样 就是于登登了 但他心里肯定喜欢的是芸汐了 最近前期好像也有表露出一些陆燕对于登登有点喜欢 没有有点喜欢 全都是怀疑和保护 因为你不能让他出事儿 如果他出了任何事说不定芸汐就没有了 是抱着这个心态去的 只有在确定了他果然是芸汐之后 才消除了之前所有的那些想法 请你来评价一下陆燕的恋爱水平 你觉得他的感情观是怎样的呢 就是非常专一 专一程度真的没得说 几乎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是那万卷书里得来的知识吧 因为确实有一些戏 我们讨论怎么演的时候 大家也没觉得陆燕是一个恋爱高手 或者是很会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普普通通吧 正常的一个水平 但他在过程中其实也给予得弄很多东西 像红糖瓷吧 轿子 木簪子这些 是是是是 这就是无形中的温柔的细节 你个人觉得剧中最心动的瞬间是哪个画面呀 哎呀 好多卡大头都挺心动的 就是真的太多了 我看的时候就是 我不还发微博了吗 我说我已经入了这个路眼的坑了 我现在已经发炎了 我都上火了 我现在我的症状很严重 我当时看觉得蚕丝那段其实还挺特别的 是不是 你是觉得哪好 就是蚕丝这个 那段设计特别好 然后就是你们俩特写内心的也很美 就很心动 确定了啊 里面的内容还可以吗 内容可以呀 那太好了 那段设计特别好 观众们都很喜欢 谢谢 你觉得剧中最甜的地方是哪场戏 甜吗 其实我觉得都还好 因为他们俩的感情比较纯粹 如果你真问我的话 就在我心里 就芸汐之间的这个感情的话 对我来说心里这个虐战的部分大一点 因为可能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期待的戏 都是重场中的重场全都是虐的戏 所以在开机前 我就一直等着那个什么时候下那个通告 就是一直准备着 但一直不下通告的那种难受 结果全都到了快杀青前的一两个星期 才拍的那种释放吧 拍完了之后 哇终于把这场重场戏拍完了 嗯拍的还可以 你刚刚提到虐戏 所以你觉得最虐的是哪一场呢 我比较重视的两场 一场是这个三千年前芸汐把这个原单给我之后 我醒来 阿新跟我说了这一切之后 我得知了哇原来真实情况是这样 那场的哭戏和那个我确定它就是芸汐的那场戏 因为这两场戏对那个陆岩来说太重要了 一场就是接受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改变 第二场就是三千年后回来我要完成了一个一个事情 太重要了这两场 那你觉得寝君是你拍过的戏中最虐的吗 应该不是最虐的 但是我演起来也是很虐 就是你演的时候也是很难受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这次剧中你有情绪消耗比较大的戏风吗 就是这些枯写 消耗的还挺大的 包括后面还没有播的一些消耗挺大的 之前预告中陆岩和于登登有两次不同婚服的出场 所以陆岩和于登登还会再接一次婚吗 啊会吧 然后毕城那个歌里 那个MV里都展现了一套婚服 哇 那场也是我心里一直想的一场戏 就是很重要 很重要 看吧 请君开播两天就热度破九千 观众们都表示得了严正 所以如果去热度破万的话 你会发什么福利给上火的严正女孩吗 哎呀 我有什么福利 我争取了大家的意见吧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可以可以看留言 然后我们选一选 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福利 看大家想要什么吧 首先要破万啊 不破万别想 最后来给大家安立一下请君 让大家多多追剧吧 我觉得很难找到请君同类型的一个剧 然后里面的剧情桥段非常的丰富 然后节奏也很紧凑 有平时大家不常见的一些像闪现的这样的武打的部分 也有大家比较可能爱看的这种三千年前后的一些爱情故事 我很喜欢的人设也在这个请君的路言身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上网冲浪的时候有没有存过自己的帅照呀 有 管管什么就是好看我就存 粉丝给你做的表情包有存过吗 表情包就看我用不用得上 或者我喜不喜欢吧 有一些比如说搞怪的其实我也存了 做的比较像大熊猫啊 我也都存了 之前你有个热色叫做横电影人家轮 所以你每次都是怎么做到可以精准的抓到待拍他哪的呀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精准的看到他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也没注意 但别人已经注意到了 只不过可能这个瞬间捕捉到我的情况可能比较多一些 但其实大家都是能捕捉到的 那你看到你有一张待拍照片的文案在网上非常火吗 什么文案 人家轮吊着威亚上房顶 战神之威还没退去 居然歪头沙想要蒙死我 我也不想被吊啊 可是他歪头跟我对视 就算我只是个大熊发鲨鱼的 他也不该这样玩弄我的心啊 哎呦喂 想的太多了 我只是吊在上面 无意中发现 哎呦这还有待拍呢 哎算了 我也不说什么了 就这么简单 哎呀 确实这个文字的力量确实很大啊 之前你有说过希望可以演一些接地气的剧 所以你更倾向于轻松搞笑型的现实体态剧 还是讲述小人物励志成长的类型呢 这两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如果演个小人物 比如说可以从什么校园能演到职场 再演到三十多岁 有这种非常大的跨都的这样的戏 我是开心到不行 然后你说那些喜剧什么的就不用说了 现实主义题材接地气的这些 我一直以来都是想尝试的 我每天感觉我都自己在储备 就比如说我可能无意中看到了什么 我就想哎 如果这个时候我演的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接地气的话 我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都在储备只是看这个能量和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让我丢出来什么时候能爆发出来 所以就在遇到那个机会之前我就不断地储备能量 等待着展现的那天 从演员选择的角度你会觉得好的本子更重要还是好的角色更重要呢 都很重要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在一个好本子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物 这是最最最完美的那其他的如果都达不到的话你就看你的倾向于哪一边吧 你是想在这个好的故事里展现什么呢还是这个人物虽然故事一般但是你这个人物会展现的非常的丰富饱满或者不一样 就看你要什么吧 这次剧中你也有唱OST之后的作品也会保留这个传统吗 哇 这个咱也不敢说也要看这个剧组觉得我们适不适合 这个事不能强求只能看当下这个OST给你之后是不是你能完成的 或者是你的声线展现出来合不合适不能说为了唱而唱你不适合你在那硬唱还是要适合 你的舞台粉问你说什么时候能看到杨耀熙的唱跳舞台 哎呀是就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展现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完成一次吧 近期战士还没有是吗 近期没有近期谁都没有吧 如果未来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之类的节目邀你参演你会去吗 要不去不去我先声明我非常非常喜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我跟马东老师表达了很多很多次我都在说这个节目简直太棒了让我收获了很多 让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表演很棒的演员很多很多的收获都来自于这个节目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自己还没有做到可以登上那些舞台的这个程度 离着那些舞台我确实还是还是差一些 我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之后才多多少少可能有资格去尝试 现在差远了 除了请君之外之前的爱奇艺有追什么剧吗 那多了 除了请君之外一生一世周生如故锦音之下木白手不说再见我天天追 为让你以后继续追所以送上一个爱奇艺年卡 太好了正好我快到期了谢谢 谢谢谢谢那再做个采访吧还能再给一张 下次下次再约一支采访 好 请不吝点赞 refere kalk